李嘉欣虽然已过二历之年 一向淑女打扮的她 时不时也要大胆超越性感歧度一回 今天就以一身黑色开胸晚礼服 出席某手机的新款发布会 李嘉欣坐在椅子上缓缓出来 性感的服装将她好身材完美的展现 胸前看似若隐若现 但嘉欣坦言已经做足大地 相信是不会走光的 因为知道大慧今天给我的衣服比较性感 所以都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 在家里都已经上下在跳 左右在镜子前面在看 应该是没问题的 同时出席今天活动的还有 刚刚已半以身家 加入大国文化的巨星国富城 在一首动感热舞的音乐中出场 相对李嘉欣来说 郭天王的穿着显得有些保守 不过人家走的是帅气路线 不是性感路线 大慧希望我们可以穿得比较 帅气一点 还有就是要漂亮一点 所以我想今天我看到嘉欣 然后我看到镜子大美人又出现了 能够看到大美人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所以我知道今天是嘉欣的出现嘛 所以我自己要穿得比较整齐一点 要去配大美人的 在舞台上 郭富城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艺人 他对近乎完美的大美人李嘉欣评价十分高 还透露特别中意他那对会放电的眼睛 由头到脚都真的这么漂亮 就有什么地方觉得他不漂亮 如果真的要我再看那个地方 我觉得是很完美的一个女孩 如果你问我他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选对眼了 今年嘉欣过36岁生日时 城中富豪刘兰雄在报纸上登全版广告表示祝福 自从这一开始媒体对他的感情生活再次被大肆报道 而最近他与新欢许静亨 在巴黎密会又成为媒体们追捧的话题 有媒体报道 许公子不惜放弃看世界杯决赛的行程 从轮堆飞往巴黎与李嘉欣展开一段浪漫之旅 有目击者透露 沐浴在爱河中的李嘉欣春风满面 说晚男友不出酒店 在门外等车期间布施偶偶西域 更情不自禁街头永稳 有了爱情的滋润 嘉欣看来心情大好 人也变漂亮许多 感情生活方面 其实没有啊 跟一般 就是一般人的感情生活的世界差不多吧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反正我觉得报纸上写的好像很精彩 但是事实上就是 没有什么可以特别跟大家分享的 对 其实我这几天跟杂志做访问 每一个人都这样说 那我觉得 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呢 是传媒会觉得 又有这样的新闻 所以呢 就觉得啊 女性在这个时候会特别漂亮 但是我其实没有觉得自己变漂亮了 现在家里 基本上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狗仔队在等我 那其实感觉蛮安全的 因为都有保护到我的家人啊 这样子 那我想 希望大家不要再跟了 因为你们真的不会跟到的 真的 对